全世界的妈妈最不想听到的声音就是 孩子怎么又咳嗽了 感冒咳嗽 换季咳嗽 喝奶咳嗽 翻个身也咳嗽 天哪 咳嗽是临床上小儿最常见的症状之一 它多发生于各种呼吸道感染性疾病 比如各类细菌或病毒导致的上下呼吸道极慢性感染 我们临床常见的感冒 鼻炎 咽咽 咽喉炎 还有气管炎或者支气管炎 再严重的可以有肺炎 上下呼吸道极慢性感染性疾病是咳嗽的最常见原因 大约占综合儿科没诊的六成以上 除此之外 咳嗽变异性哮喘 过敏性咳嗽等一些呼吸道变态反应疾病 也是部分小儿咳嗽的原因 而食管反流性咳嗽 多发生在婴幼儿的身上 多属于生理性的 随着年龄的增长就会缓解 或者一些异物吸入气管或者支气管 也会出现这种顽固性的咳嗽 这些都是小儿咳嗽常见的发生原因 咳嗽从中医角度看 可以是一种独立的疾病 凡是影响肺湿喧降的因素 都可以引发咳嗽 中医咳嗽分成外感咳嗽 和内伤咳嗽两大类 由这种风 寒 灶 热等外血侵犯肺气 引起的咳嗽 我们称之为外感咳嗽 这一类型的咳嗽 一般起病较急 病程较短 治疗的时候以胸痛肺气 疏散外血为主 用药不以过早的过多的应用 苦寒 滋润 收敛 震咳方面的药物 外感咳嗽多由风寒风热和风噪所致 所以外感咳嗽又分为风寒咳嗽 风热咳嗽和风噪咳嗽 外感咳嗽中的风寒咳嗽 常见有一些体质比较瘦弱的儿童 多发生在冬季和初春季节 或者比较寒冷的环境下 比如说晚上孩子蹬了被子 在久居空调的这种环境当中 风寒咳嗽主要表现为咳嗽 咳嗽质地清洗 鼻塞 流青鼻涕 也可以伴有全身症状 比如物寒 发热 手脚发凉 有的孩子呢 有咳嗽 不爱吃饭 发烧 但是体温一般不太高 小孩呢 也可以有蜷缩的感觉 大便 一般质地比较稀 不成型 这个症候期一般不长 常常在一到三天之后发生转危 这个症候呢 多见于 急性上呼吸道感染的初期 风寒咳嗽 我们一般用 疏风散寒 喧肺止渴的药物 常用的中药方有性酥散 由于小儿吃药不太方便 我们可以利用家中的一些食材 进行食料 比如生姜 大枣 芦根 杆草 带茶饮 或者熬制药水 给孩子喝 可以起到去寒化痰 立眼之咳的作用 风热咳嗽多发生在夏秋季节 或者比较燥热的环境下 或者阳热体质的小儿感受风寒之后 很快化热 风热咳嗽主要表现为咳嗽 咳痰量少 或者咳嗽颜色发黄 咽喉疼痛 也可以伴有发热 面红木赤 它的舌苔一般是薄黄的 大便偏干 还可能有口臭的情况 这个阵口呢 多建于急性上呼吸道感染 或者急性气管 支气管炎 那么风热咳嗽的治疗 我们一般用一些舒风清热 止咳化甜的药物 常用的中药方有桑菊瘾 说到这个风热的咳嗽 我们居家呢 也可以用菊花 菊银花 再加一点结梗 薄荷 也可以适当放入一些冰糖 调一下口感 可以给孩子待茶泡饮 口感非常好 除此之外 还有一个就是风烧咳嗽 风烧咳嗽多建于秋季 这种干燥季节 也可以建于酒壳之后 伤机 或者房间里空调 暖气比较燥热的时候 加上孩子平时又爱吃一些比较高热的食品 像巧克力 像巧克力 糖果 干果等等 这种情况下 这种情况下会产生孩子有内热的情况 容易引发咳嗽 风烧咳嗽的特点是 干咳无痰 或者咳嗽痰少 嗓子痒 嗓子痒 嗓子干 有的可以拌有口臭 风烧咳嗽的治疗一般以 清轩润灶为主 常用的中药煮方油 丧性汤 风烧咳嗽也可以用食料的办法 可以选用适量的银耳 莲子 加一点川贝 梨皮 熬制药水给孩子喝 对于风热型 风烧型的咳嗽 这个办法都是适用的 在家中 家长可以用简单的一些按摩手法 和穴位贴肤 来治疗小儿咳嗽 对于平素容易外感咳嗽的 小儿可以按摩 弹中穴 肺疏穴等穴位 下面我给大家演示一下 比如说 我们点揉按压 弹中穴 我们可以用拇指 按压弹中穴 弹中穴 在两乳头连线的中间 我们轻轻地给孩子按压 在按压的时候 要注意皮肤和拇指 不要发生摩擦 只是在原位 点揉按压 用力不易过大 避免把孩子的皮肤损伤 因为小儿的皮肤一般都比较胶内 在背部 我们可以按压肺疏穴 方法与按压 方法与按压 弹中穴是一样的 每次可以按压十几次 然后再按压对侧 关于药物 肤贴 我们也可以选择这几个穴位 如果是风热咳嗽 我们可以用黄芹 黄莲 大黄 双花 莲翘 将这些药物打碎 用醋调制 然后进行穴位的贴敷 如果是风寒咳嗽 我们可以用生姜 白剑子 麻黄 进行穴位贴敷 本期主要讲了 小儿咳嗽的外感咳嗽 学会了辩证论质 居家调理就比较简单了 下一期我们将讲一讲 小儿咳嗽的内伤咳嗽 和其他类型的特殊咳嗽 中医如何进行调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